各位投资好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9月4号晚上8点 股河大丈夫陈建成我 现在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下 礼拜五周五的美股收盘分析 以及下周的台股操作策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我没有用影音 我用跟各位用录音的方式 让各位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听广播的气氛 好那上礼拜五 礼拜五公布了这个8月的非农 新增旧月大概是31.5万人 稍微高于市场的预期的30万人 那原本的预估是在52.6万 就是远低于之前修正的这个前置是52.6万 而且呢新增的涨幅又有下降 那8月的失月率呢 8月的失月率是3.7% 本来市场的预期是3.5% 换句话说它比7月的是3.5%还要来得高 那代表什么样 代表失业率 失业率 失业率意思就是有人没有工作 那开始怎么样 往上爬了 本来失业率是一直往下掉 大家都有工作做 景气好大家都有工作做 那现在是怎么样 因为升息 那打通膨 那开始怎么样 整个经济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失业率开始往上攀升 那因为失业率它没有掉很多 这就是给联准会一个底气 后面它可以持续升息 那飞农的新增就业呢 飞农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嘛 就不是农业生产的啊 等等那些人力 那就比较偏什么 偏这一个在这个技术啊 工业啊 的劳动力这一块 它还是增加啦 不是说负成长 那增加这个31.5万人 那本来市场预期是30万人 所以本来比这个市场预期还来得高 那代表说其实美国现在整体来看 的这个就业 其实都还算不错 虽然失业率有稍微往上提高一点 但是整个经济活动看起来 还是蛮强劲的 那特别呢 在这个休闲跟接待产业劳动力的市场 有比较大幅的降温 那什么叫休闲跟接待产业 最主要还是以休闲就是玩嘛 就是娱乐性的这一块 好那 OK 好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其实非农呢 看起来这个表现其实还好 可是因为失业率有稍微往下降 失业率稍微往上升了 好那多多少少 经济是有怎么样 有放缓的一个疑虑 好不过 那个我们知道吗 林总会他的看法就是说 即使 因为为了对抗通膨 所以即使这个就业市场 就失业率提高 经济放缓 那 FED还是会继续怎么样 收紧这个政策 然后为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要打通膨 还是要打通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对美股的投资人而言呢 不用有太多的期待说 他会暂缓升息 那其实这个我在之前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其实我们对这个全年的升息的规划 我们没有一下因为什么利多啊 或者数据什么样 然后就跟你说 这个就不升息了啊 或者要加重升息 因为对于这个看法 其实我们有跟各位讲过 我们只要单单从这个粮食 从石油的价格 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个通膨 最近的这样升息到底有没有压住 所以这一个月来即使有利多消息 利空消息 我们不会随便跟着消息起舞 因为9月升息两码 11月一码 12月一码 我们的估计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9月如果真的给你升三码 那我认为接下来可能就只剩一码一码了 我觉得全年还是维持升息13码 不太会变啦 好那以三大指数来讲 其实礼拜五刚开盘很多都开高 可是最后还是收低 那收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就是俄罗斯那边的这一个 北溪一号 就是他一个还要继续暂停这个供应石油 所以在这个受到这个影响 本来是开高的 后来尾盆又杀下来 可是又有消息怎么样 又突然又改口说 那他们要怎么样 要从乌克兰 要从乌克兰输天然气输油 进去到欧洲 我觉得 现在听起来我觉得俄国这一招 俄罗斯这一招其实蛮妙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从乌克兰 现在乌克兰不是在打仗吗 那为什么他的这个预油管道 还要从这个乌克兰过去 那是不是再警告欧洲说 最好你让这个乌克兰这边赶快妥协 或者最好你们就是不要再继续挺他 让战争继续打下去 不然到时候连往乌克兰 从乌克兰输过去的这一条油管 也给他破坏掉断气的话 那你有可能怎么样 最后你们欧洲会很惨 所以这个天然气这一条管道的话 如果说他现在要改走 改走乌克兰 他就说 北溪一号他无限期的这个 要这个停止供应 那却要从乌克兰增加攻气 那就代表说 他很明显的就是给欧洲做一个选择 你只有确保乌克兰没事 你只有确保乌克兰的战争 不会去影响到这一条 这个攻气网路 那不然呢 你很有可能北溪一号也没办法攻击 乌克兰这一条也没办法攻击 那你欧洲会很惨 因为现在已经到秋天了 紧接着很快就要入冬了 如果没有天然气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那个冬天会很冷 所以你没有暖气可以用 那你整个欧洲的冬天 那现在的这个地球的暖化很严重 所以天气会变得很极端 夏天热很热 冬天冷很冷 如果欧洲又遇到这样冰天雪地 又没暖气用 完了我跟你讲 那整个欧洲会 会抓狂 搞不好会出现这个整个暴动乱 所以其实俄罗斯打的就是这个如意算盘 当你自己欧洲在乱的时候 你哪有什么闲工夫再来管什么乌克兰 对不对 那你又要保证保障 乌克兰这一条的这个工器 管路能够顺利运作的话 要嘛你就赶快把俄罗斯赶出去 要嘛你就怎么样 让乌克兰怎么样 早点投降 承认那个克里米亚 可以独立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个消息的解读 那我们看到说其实美股 过去这个一整个礼拜都在下跌 那我们台股呢 即使有这个国安基金的护盘 那这一两天这个股价指数 其实也这个又重新跌破了这个1万5千 那我认为呢在这边多数的人 还是比较担心台股的后市 那我要跟各位讲 因为现在到了这个9月初 即将要公布8月营收 那同样的有一些这个营收衰退的个股呢 8月营收衰退的个股其实在最近已经开始在反映 而且外资可能都会利用这个利多在上涨的时候 开始做这个出货的动作 但是我认为如果8月营收公布不好 那股价修正 我反而不认为那是你再看利空 然后再去卖股的时机 反而这个时候我认为会有利空短线出境的味道 因为8月营收乃至于第三季 其实很多比如说半导体或者很多产业都不好 这你绝对不会是这两天才知道 这个从第二季开始一路 什么消费型电子库存 库存很高 然后现在英特又出来讲说 这个库存是高的让你无法想象 等等言论 这种突婴的空方言论都有 那我要跟各位讲说 其实股市股票你基本上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跟你断言 我说这个是长期相对的低点或底部 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讲说 你要买在最低 也没有办法跟你预测最低在哪里 原因在于说 现在的局势真的是变化万千 再加上外面可能有很多这种突婴或作手 甚至是很多那种大户 背后的阴谋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让我们 能够很准确的去预测 所以很多人会因为这些利空 因为这一些整个景气衰退 然后会跟你恐吓说 还会更糟还会更糟 那请问 你只要回问一个问题 那更糟更糟那到底多糟 那到底会糟到哪边去 我想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告诉你正确的答案 好所以在股海当中呢 好大家都会说他更好 糟的时候大家都会给他看得更快 这就是股市 股市的股市一直都是如此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要一直被这样的一个讯息给左右 那我可以告诉你说连巴菲特都不用去投资了 因为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好那问题是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你是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你手中的股票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好那 这下礼拜开始陆陆续续 今天9月10号了 所以到我们下礼拜有中秋连假 所以礼拜五就已经是提前放假了 OK那在这个 5号6号7号8号 我想很多的这个 八云收会在8号以前 就公布了 那也许可以 有的会等到12号 好那陆陆续续公布 所以下礼拜的台股一定会非常震荡 因为一公布 有消息利空的股票 可能大家都还会追着想卖 对不对 那其实有一些公司 他早在之前 他在之前的比如说第二季财报的公布 或者在之前的法说 他早就跟你讲说第三季就是不好 那8月是第三季的第几个月 第二个月正好中间 所以有一些公司 他提前就告诉你说会不好 那你在看到8月公布的时候 确实是不好 你要用利空来解读 还是利空其实在之前 上一次说不好已经反应了 结果8月数据出来 果然不好 那你要再去杀低吗 我不觉得 我觉得你这时候你反而是要很冷静 你就算不去低接 但是你要冷静下来 不见得要去杀低 因为你只要能够 等到下一次航行回来 就是景气再回来 你们都会觉得说 现在景气很糟很糟很糟 然后这个世界就完蛋了 其实不会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除非你做的是像航运 或者是像这种船产 他是走那种10年才轮一次景气的 或5年才轮一次景气的 那就很难讲了 那你可能真的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而且你可能等你5年都不害 可是我觉得很多的电池或半导体 其实他们现在的库存周期是非常短 其实大家都说现在的库存周期很长 可是我想再长其实了不起一年就整个都消化完了 因为以现在的一个态势来讲的话 半导体这一块对我们现在生活的重心越来越大了 你一个人身上你有笔电你有手机 你搞不好还有平板 然后你还有车子 车子上面现在车电系统娱乐系统 触控面板 然后整个控制系统就是越来越依赖这个半导体 然后现在家里你的冷气也要用这个WiFi 对不对 因为你从外面还没回到家 你就可以透过网路来控制家里的冷气 电视机也是啊 你现在所有家电都开始走智慧化家庭的时候 那里面用到的控制元件半导体元件 甚至无线网路元件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认为这个库存的消耗化其实很快就会过去了 这个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 因为市场在坏的时候大家会看更坏 所以整个9月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认为9月是大月 9月初8月营收公布 8月营收公布完之后 紧接着进入9月底 这个营收到9月中又有这个期货做账 那营收完之后又会震荡 但是到9月 各位不要忘了 9月中以后到9月底是季报 第三季季报 第二季季报大家都知道不好 可是如果第三季季报你可以做得好的 那基本上股价就不会太差 所以很多公司 特别是集团股会在季报 还有法人 也在第三季要做季绩效的时候 9月是作账的月份 会比就是说6月跟12月是大月 那我们可以讲说3月跟9月是中的 那每个月有每个月作账 那季报的作账那也是算一个 遇小不大 遇大不小的这一个月份 所以9月的行情会比8月还要热弱 所以如果8月这一波你没赚到钱的 请你把握 请你跟着我好好把握 9月任何因为联准会放音 或者是任何报纸消息 关于个股的大利空 特别会把整个大盘杀下来的大利空 拉回我认为都是很关键 跟7月8月9月的操作节奏是一样 是拉回都是很好被钻石被人家当石头 丢出来来低接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所以请你要好好把握 最近的大盘指数又拉回到这个1万5之下的时候 现在要来守这个稀稀姐的稀稀姐的这个拉回的低点 我觉得这个时候往下不再是让你再去往下杀了 因为升息已经开始要已经开始走中后长 已经走下半段了 上半段升息猛的都已经慢慢升过了 因为已是到7月了到7月都已经升完了 就是13码已经升了只剩4码还没升了 所以前面已经升了9码了 所以后面现在升息已经进入下半场 进入尾声了 所以最后进入尾声 反而这些大人们会更利用尾声再来吓你 就是说你前面都没有被吓走 但是如果你在最后尾声反而被怎么样 被吓出场了 那你就是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 那很可惜就跟挖油井一样挖水一样 挖井一样你挖到最后 对不对前面都花很多努力都克服了 就最后其实离井只有一公尺 你就停下来了 你就放弃了 那很可惜 那别人这时候进来只要挖一公尺就挖到了 意思是一样 所以这就是最后一礼路 最后一礼路 你就是跟大家好好走好来 就是跟我说的南极探险队每天走好20礼路的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不管航行好不管航行不好节奏要抓好来 每天该走的20礼路都走好来 你要跟我一起做成功的这个阿萌生 不要做带整个队阵亡 阵亡在南极的史考特好吗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天 9月4号的这一个 假日 分享 关于礼拜五的每股收盘分析 还有下周乃至于整个9月的这个台股的炒作策略 集团股其实在9月都有机会 有一个机会 包括投信任养的个股 都有机会来有一个作帐行情 但是投信任养的 如果已经买了两个月了 那个你就要小心了 他有可能在这个月拉上来之后 他就要再换股了 所以有一些个股呢 特别是投信作帐的 都已经一两季一季了 这两季了 特别是网通 网通本来是投信下半年看好的 这网通其实你没有发现 在8月已经陆陆续续有投信在下车了 所以网通你到9月再不走 那你可能10月就走不了了 之前网通是很强的 但是接下来网通我认为 已经没什么细唱了 因为股价已经反应了 就跟3月我那时候跟你讲 智元创为跟新唐 都已经反应了 因为他们这三党都已经做大半年了 同样网通也是这几个月都做上来了 所以网通如果9月有机会 让你拉上来解套的话 你也要开始要准备做下车 特别是终端设备的那些个股 什么智翼 中蕊 那个郑文 明泰这些 包括企机 这种低轨道的你还是要留意 拉上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稍微小心 不要再追高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作为结账的表弟 好吗 那我们的潜农班已经停止招生了 但是如果你是新进的 8月才进来的一些粉的话 我们还会重新开放给你 跟着我们潜农班操作 那9月呢 其实我们的不管是大老鹰班 还是我们的全力打班 那我们会带你做一些集团 相关的一些个股 赶上这一个9月的集团作战行情 跟着我们抓好节奏 成的住气不管利多还是利空 然后呢股票呢 你有套牢的 航运啊钢铁那些 跟你讲你早就要怎么样 赶快做华力转身的 所以除了成的住气 你还要拐得了弯 最后怎么样 遇到连准派那些大人们 给你动不动就来恐吓你啊 或者台面上一些什么知名分析师 也放一些利空来恐吓你的时候 你要跟我怎么样 稳得住局 那我相信我们用富贵稳中求 大家都能够在股市里面大富大贵 好礼拜天祝福各位 下礼拜股票支支大转 谢谢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